博佑基金会代数第一章 一元一次方程式 例题1.5-2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一杯珍珠奶茶比一杯红茶贵5元 全班20个人 买了15杯珍珠奶茶和5杯红茶 总共花了275元 则第一小题 如果一杯红茶是x元 则一杯珍珠奶茶几元呢 第二小题 5杯红茶是多少元 15杯珍珠奶茶是多少元呢 第三小题 15杯珍珠奶茶和5杯红茶 共花了275元 列出方程式 第四小题 一杯珍珠奶茶是多少元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说 一杯珍珠奶茶比一杯红茶贵了5元 所以这里题目里面 它出现了两种饮料 一种呢 是珍珠奶茶 一种是红茶 所以我两种饮料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 如果一杯红茶它是x元 则一杯珍珠奶茶几元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杯红茶x元哦 题目说的 好 假设 我一杯红茶 它是x元 题目说的 好 那因为呢 我们刚看的第一句 题目的第一句 一杯珍珠奶茶比一杯红茶贵5元 我们知道了 珍珠奶茶跟红茶的关系 好 那现在又知道一杯红茶x元 所以 我一杯 珍珠奶茶 它是几元呢 再看一次哦 一杯珍珠奶茶比 就是等于 然后一杯红茶 一杯红茶这里是x元 然后再贵 贵就是多 加了5元 所以 如果说一杯红茶s元的话 那一杯珍珠奶茶 它比一杯红茶贵5元 所以 我们就用 x 加5 元来表示 好 那我们这是第一题的答案 所以我们写在这里 答 我一杯珍珠奶茶 我一杯珍珠奶茶 它就是x加5元 好 再来 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 它问什么 它问五杯 五杯哦 五杯红茶多少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一杯红茶x元 一杯红茶x元 那我五杯呢 它是几元呢 一杯是x元 那五杯呢 很好 它就是x乘上5 五杯就乘以5 所以 画减一架叫5x 5s元 好 再来问什么呢 那15杯的 珍珠奶茶 它是几元呢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一小题 一杯珍珠奶茶 s加5元 所以 我15杯呢 我15杯的 珍珠奶茶 它是多少元呢 来 一杯是x加5哦 对不对 好 那15杯呢 15杯 乘上多少 也很好 就乘上 15 所以 15杯珍珠奶茶 就是 s加5 括号 乘上15 这么多元 好 那所以 我们现在就将 5杯红茶 跟15杯珍珠奶茶的价钱 写在这里 把答案写下来 打 5杯红茶 多少元呢 5x元 然后 15杯珍珠奶茶呢 5杯红茶 几元 这里 s加5 乘上15元 乘上15元 这么多 那现在 知道了 第一小题 一杯珍珠奶茶S加5元 五杯红茶 5S元 15杯珍珠奶茶S加5 乘上15元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看 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问什么呢 他说 15杯珍珠奶茶 和 五杯红茶 一共花了275元 那列出方程式 第三小题 他要我们列式 那怎么列呢 我们来看看 15杯珍珠奶茶 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看 第二小题的答案 15杯珍珠奶茶 这么多钱在这里 S加5 S加上5 乘上15 这是15杯珍珠奶茶的价钱 然后呢 和 和就是加 相加的意思 5杯红茶 那5杯红茶多少钱呢 这里第二小题 5杯红茶 加5S元 加上5S 所以这里是15杯珍珠奶茶的价钱 在这里 这是5杯红茶的价钱 在这里 那15杯珍珠奶茶 和5杯红茶 相加 一共花了 等于275 所以 第三小题 我们就根据了 题目 跟我们的假设 所列出了一元一次 方程式 好 那第四小题呢 他问什么 一杯 珍珠奶茶 多少元 一杯珍珠奶茶多少元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就在第一小题 S加5 对不对 那S加5到底是几元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 只要我们能够解出 第三小题的这个 一元一次方程式 将X解出来 X的值带进去这里 S加5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所以 第四小题 我们第一个步骤 先要 求出 第三小题 所列的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 解 S等于多少 解出来之后 带进来这里 带进第一小题的答案 我们就知道 珍珠奶茶一杯多少钱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解 这个方程式 那这个方程式 它怎么解呢 好来 我们这里就先 分配率乘开 S乘上15 它是15个X 然后呢 加上 5乘以15 75 然后后面 加上5X 照超 就等于275 那下一步 我们继续 来 化减一下 来 这里有15个X 加上5个X 所以总共有 20个X 好 那这里 75 加的 已过来变 减的 275 减掉75 就等于200 好 那最后呢 我等号的 左边 跟等号的右边 20跟200 通通可以 用20去约分 所以得到1 跟10 所以最后 我得到的X 就 等于10 好 那S等于10之后呢 10 它 是X 但是我 题目问的是 一杯珍珠奶茶 所以看看第一小题 一杯珍珠奶茶 是X 加5 所以 我必须 算出 X 加5 是多少 那X 算出来是10了 就10 加上5 就等于15 也就是说 我一杯珍珠奶茶 它就是 X加5 就是10 加上5 就是15元 所以现在 写上 第四小题的答案 答 一杯 珍珠 奶茶 几元呢 这里 15元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我一杯珍珠奶茶 请不吝点赞